各位好 欢迎加入12月29号 星期四的大爱十点新闻 我是林国新 首先带您看到难民的救援行动 印尼苏门达纳岛的海域有渔民 发现了一艘再有大约是120名 洛兴亚人的船只在海上漂流 当地政府紧急提供了人道援助 船上看起来非常的拥挤 妇女还有儿童眼神无助又害怕 印尼政府表示会帮助修复这艘小船 印尼海军也送上了一批食物还有补给品 但是不会让这批难民靠岸 也不会接受庇护 接着来关心国际间的洪灾 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 上个星期开始降下了大雨 造成数百间的房屋毁损 有13个人死亡 救灾行动现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救援人员抱着孩子从直升机上投下来 玻利维亚中部地区大约有7个省份 至少55座城市8000户的家庭受灾 还有超过3000公顷的农地泡水 玻利维亚气箱单位也对几个省份发布了红色警戒 镜头来到日本当地强烈冷气团持续发威 有不少地方都降下破纪录的大雪 虽然冷气团的威力减弱当中下雪也减缓了 但是积雪却对交通带来影响 在三行线有一辆列车就被积雪压断的树枝给撞到紧急停止 画面中看到车头玻璃破碎 那么发生事故的列车当下紧急停止 幸好车上60名乘客还有工作人员都没有受伤 而气象预报还表示 接下来在31号还会有一波低气压报道 恐怕又会出现大量的降雪 国际疫情方面焦点来关注印度 印度首都新德里疫情升温 这两天创下6月以来的新高纪录 当局就下令即日起实施宵禁 包含学校餐厅等通通关闭 外地来的劳工是一片哀嚎 新德里当局发布了疫情四级警戒当中 最轻微的黄色警戒 捷运跟公车搭乘人数 还有公司航号上班的民众餐厅等等 荣客量上限只有50% 而且婚丧喜庆上限是20个人 那么这些严格的措施都是为了避免群聚 2021年进入倒数阶段了 大家都很关心 但是欧默狂病毒现在正在全球爬爬燥 各地的跨年活动该怎么办呢 美国纽约以及巴西礼约都缩减规模 欧洲各大城市甚至是黯然取消 像是英国伦敦的烟火秀就紧急喊咖 转眼一年过去疫情依旧肆虐 伦敦2022跨年活动也宣告取消 索性卫生大臣带来好消息 大型庆祝泡汤 不过和家聚会还是OK 一方面是苏格兰 北爱尔兰等地 餐饮社交限制各行其道 引发混乱 更重要的是英国经济再也承受不住 也但档期后正是抢折扣的好时机 街头却冷冷清清 也难怪商家脸垮垮 相照之下 这边这位心情显然好得多 巴西里约一度因为欧姆矿现宗 忍痛取消海滩矿年趴 幸好后来改成有限度开放 商家再度燃起希望 而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工作人员正忙着替重头戏 换上新造型 绽放生长的花瓣 象征智慧的礼物 现场参与人数虽然大幅缩水 可交不起一幕彼端 十亿观众的热切期盼 大家新闻出款编译 再来看到台湾空手道代表团 到哈萨克参加雅锦赛之后 昨天团队当中又新增一个人确诊 目前累计有十三四个人染疫 那么经过基因定序 有七个人感染新变异株 Omicron 台湾空手道代表团 到哈萨克参加雅锦赛 确认上新冠病毒 全团二十二人已经有十三人确诊 其中七人感染到Omicron 其余还在等待基因定序结果 选手培训过程都没戴口罩 不只台湾 日本香港代表团也传出染疫 泰国更是全队都中标 运动员长时间出国训练比赛 有一定风险 防疫措施势必要再加强 因为不清楚哈萨克的检疫情形 指挥中心还需要透过选手代表团 还原当事状况 才能判定感染源到底来自当地 还是各国选手带有病毒 在近身的接触过程造成传染 大新闻线山里建宽台北报道 这几天又传出酒驾肇事的悲剧 虽然相关的法律已经针对酒驾 寄出严厉法则 但是始终无法遏止这种歪风 其中有一项规定 酒驾累贩重新考照之后 必须在一年内 车辆要加装酒精锁 才能够上路 不过到今年11月为止 申请继续开车的酒驾累贩 有500多人 不过需要95辆车 加装酒精锁 这成效是明显不张 如果说民众有喝酒的话 只要进行吹气 那设备会感应到说 你有酒精的成分 那车子就无法发动 酒精锁限制酒驾者 无法启动汽车 2020年3月1号 政府要求酒驾累贩 必须重新考照 考照后一年内 必须驾驶装有酒精锁 及录影功能的汽机车 才能上路 但成效不张 大概有五六百以上的民众 是需要加装酒精锁的 我不装 我没一下没车 那怎么办 而且我已经考到驾照了 高淑珍表示 从2020年7月到2021年5月 酒精锁执行率 只有16.9% 目前对于不依照规定 装设酒精锁的驾驶人 发责太轻 这些受限制的驾驶人 没有装酒精锁 他的罚款 只有6000到1万2 那我们知道装置酒精锁 大概要6万块 根据交通部统计 到今年11月 已装设酒精锁 只有95辆车 除了酒驾民众 再次考驾照的意愿不高 必须自付安装费用 也是酒精锁不普及的原因 酒精锁是否能够达到预防酒驾 让伤亡悲剧不再发生 有待主管机关 进一步修法执行 该新闻 蔡片银李明华台北报道 冬天可能因为流汗的机会减少了 那么因为天气冷的关系 全身的血管收缩 肾脏这个状态之下 会排除多余的水分 因此人体就会变得比较贫尿 那么中文医师就建议 其实只要做好肾脏的保暖的话 就可以降低贫尿的情况 冷空气一波波报道 气温骤降 手脚冷冰冰 哪里最怕冷 我觉得是脚底 脖子 就脖子怕冷 连日低温 您有发觉自己跑厕所的次数变多了吗 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全身的血管都会有收缩的状态 那来减少皮肤的散热 来保持我们身体的温暖 那在这个血管收缩的状态下 那我们肾脏就因这个状态 来排除多余的水分 然后就会有逆尿的状况 健肾暖身能降低贫尿状态 把你的双手戳热 那放在你的肾脏这边 做按摩的动作 来回几次 这是我们建议 就是一天可以早中完都可以做 除了肾脏按摩 八段颈也是暖身暖肾好法门 这是第一把招 就举高 然后再往上 那手你可以像抓这个仙桃一样 抓东西一样 不刻意进步 饮食均衡就足够 大约新闻 黄子玲 李月维台中报道 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频率 还有强度都增强了 感受最敏感的就是植物了 因此新形态的农业损害 一一浮现 现在各地的农改厂 都在研发抗强风 还有抗旱 甚至比较不怕虫害的农作 系列报道带您一起来了解 云林台西靠海 农作本就适应强劲风势 但十月只不过是一场轻度台风 却硬是收割了农民的心血 都瘀了 都大一样 你看一倒腹以后 它们整个岁又变得非常的小 它的产量也非常的差 11月中旬以后 它在强劲的风来的时候 它已经大部分都结岁完毕了 它就比较没有影响那么大 这次刚好遇到这一次的原归台风 它的中心没有很强 可是它的外围范围很大 不按牌理出牌 气候难捉摸 农业损失首当其冲 它的岁盐 看来是岁盾 是水稻的一半 7年是一半 是中间这一块 对对对 你看很明显 这个骑着到岁盾就差很多 整座期间 要提早一点 提早一点又有一个问题 提早一点楼域到台风 因为我们有规定要收一个量 对2500 它可能这样子它收不了2500 到时候它就没有补助了 这几年就推荐他们种这个硬质玉米 那因为台湾也每一年进口 大概400多万吨的硬质玉米 来当饲料 农民跟着政府的脚步转做杂粮 但却跟不上老天爷变脸的速度 是要改变尽作的方式和时间 我不知道 我们这同民做是做不好的 农村的人力的老化也是 就是你老实说真的 你江青比青 你要叫一个老人去种别的 他也会觉得说我要怎么种啊 有开很多课程请他们来上 可是他听不懂怎么办 或者是说他的体力他已经跟不上 农业生产者他会考量到农产品 他的价格 还有他的收入 所以他可能种一些未必最适合当地的 水土跟气象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农作物 玉米虽然是比较粗胖的耕作方式 他除了要对抗强风还要耐旱之外 近几年因为气候的改变 在台湾他还必须对抗新型的病虫害 这现在是没结的 是 你看你也摸摸 它也很烫 是它们 这就都很好 本来不严重的变严重 本来很少的现在很多 这两年半对台湾的玉米跟高粱 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看到台湾从贝利宾上来的 我们就知道大概两个礼拜之后会有重 连续五雨日增加 雨水一来又成洪水肆虐 今年8月西南气流带来连日降雨 10天就下了超过2400毫米 相当于一整年的雨量 屏东县马家乡排名第一 其实这个时期赵晚年的话 应该是已经是结税了 然后要转成熟了 都在转色了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的前期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才刚刚才要成长 不高 对 已经延后了两个月的时间 热带性第一期 引发了一个结果 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会持续再扩大 气候给农业出了考题 调整栽植期也好 调整栽培地点也好 或是透过我们农耕栽培的方式 去协助来度过这样的一个 逆境或是栽培的时间 韧性才能永续 培养栽培之后迅速恢复的能力 人类如此农业毅然 逆境中逝者生存 全球蔬食人口越来越多 在高雄有一对夫妻 他们经营餐馆 有回被蔬食市集 零垃圾所感动 因此夫妻两就决定 自己的餐馆要转卖蔬食 也开始加入慈济志工 见习的行列 蔬食市集不只掏客闻香而来 更能吸引想做好事的摊商 因为我看到 慈济举办的环保市集 结束之后 那个垃圾量几乎是达到零 我就真的觉得好感动 我们应该要为地球 再多做一点什么事情 经营婚食餐厅的夫妻 转卖蔬食披萨 推速之路就此展开 因为我们婚转书之后 我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去推广 所以我这一年多来 我们全台湾跑了四万多公里 我们每个县市都有服务到 市集能菩萨招生 成韵也能 高雄实业家带领的 陈青湖成韵 几乎是菩萨招生保证班 实业家团队中 负责陪伴的志工 也做得很欢喜 我人生的三半场 也不太优秀 但是好像过去 我们现在未来追随的 就是我们的予告状 做主席生命的精彩 一群年轻人 就是社会的希望 人间菩萨的希望 那看到了 大家职业家的这样的 支持 台湾不大 可是爱心很多 就如同 灰金钩 萤火虫一样 实业家年轻人 一一承担重任 要像灰金钩一样 团结发光 照亮人间路 大海新闻 陈云珍 郑乐平 高雄报道 马来西亚水灾的后续消息 现在正处于灾后复原的阶段 前马各地还有志工 以及军方的人力都到灾区协助打扫 由于许多的大型家具泡水之后 要搬运清除变得更加的笨重 因此有不少人都出现筋骨酸痛的情形 此际仁医会很贴心 出动了中医师 未有需要的人提供整副按摩 或者是相关的治疗服务 泡过水的大型家具重量加倍 第一线抢时间救灾 夜幕低垂之时 身体的疲累 交给慈祭仁医会来排解 有心人各在其位奉献旗职 期盼收短时程恢复家园 达安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慈祭基金会今年在多明年家 完成注册 那么最近跟当地一个天主教基金会合作 从台湾进口了4000包的白米 进行国际援助 要帮助弱势家庭 希望贫困的居民不用饿肚子 两大货柜来自台湾的爱新大米 透过天主教基金会的名义 运到多明明家 慈祭协助要送往与海地交界的边境省份 帮助删去民众 经过蜿蜒山路 慈祭职工准备发放700包大米 能提供失业民众生活所需 而首都垃圾山是慈祭长期关怀的地区 疫情期间 志工已进行多次纾困发放 年终之际 蓝天白云身影再次造访 这种意义是在饿肚子和衣服 这些是两个人 150人 50人会先收到饿肚子 然后100人会收到饿肚子和衣服 接受慈祭多年的帮助 垃圾山的居民不另于分享 志工借此机会推动秘铺满 四千包大米除了帮助边境及垃圾山的军民 志工也均赠给其他慈善机构 包括位于拉罗马纳的慈祭小学 及六个海地移民村 让大家在送旧迎新的岁末时节 感觉到社会的温情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 朱瑶玲 雷蒙 多明尼加报道 在美国目前还是耶诞假期 纽约法拉圣的社区中心 举办了一场派对 由纽约慈少筹备 从活动规划 表演练习 场地布置到礼物准备 年轻朋友通通是一手包办 要给若氏孩童一个特别的成长回忆 室内耶诞市集 专为若氏家庭举办 好吃又好玩 小朋友还可以自己DIY创意造型讲柄人 现场除了有管乐四重奏 还有韩国流行舞蹈热力演出 当然也少不了小朋友最喜欢的 冰雪奇缘主题曲大合唱 这些都是慈少们花了三个月时间 准备的成果 精彩表演 绝无冷场 耶诞老人也来助阵 领到礼物的孩子 兴奋地与家长分享 文型画面融化冷冷 十二月天 我感谢你给我们所有的青少年一个机会 来为这个社会 来为这个社区 来为各位家庭付出 希望你们的孩子大了以后 你会加入我们的池上 跟我们一起来做 对社会对社区有意义的事情 迎接新的一年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 孩子们的成长路 多了一段美好回忆 大爱新闻 刘嘉天 邱品宏 美国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